本节课的内容 是传感器输出信号的转换 本次课将从案例引入 信号形式 关键设备和信号转换过程等方面 讲解传感器输出信号的转换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案例引入 这是智能环境的感知系统 首先这是传感器数据采集器 用于采集传感器的模拟量信号 这是温湿度传感器 光照度传感器 二氧化碳传感器 大气压力传感器 空气质量传感器 电压电流变送器和风速传感器 将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和各个传感器 及相关设备安装一个工位上 打开电脑上的监控系统 可以在界面上看到温度 湿度光照度等所有的监测数据 以及数据的动态变化和历史数据 传感器监测到数据 传输到监控软件上 那么传感器数据的信号是怎样传输或者怎样转换的呢 这是我们这次微课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形式 传感器信号的输出有模拟信号 包括电流输出信号 电压输出信号和频率输出信号 电流输出信号 电流信号在传输中具有抗干扰能力强 传输距离远等优点被广泛应用 目前传感器24伏供电 4-20毫安电流输出已经成为一种工业标准 电压输出信号将测量信号转换为0-5伏电压输出 频率迈充输出的传感器将被转换量转换成对应的频率信号 一般呈矩形波 频率一般是200-1000赫兹 且与频幅无关 传感器输出信号还有数字信号形式 包括RS-232输出信号 RS-485输出信号和UART输出信号 RS-232全称是EIARS-232 它被广泛用于计算机串口接口外设连接 连接电脑和机械 电器特性信号功能及传输过程 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插分接收 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 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 通用逆步收发传感器 通常称作UART 是一种逆步收发传感器 用于逆步通信 该总线双向通信 可以实现全双功传输和接收 传感器输出信号转换过程中的关键设备 首先是传感器数据采集器 ADAM-4000系列模块 应用EIARS-485通信协议 它是工业上最广泛使用的双向平衡传输线标准 它使得ADAM-4000系列模块 可以远距离高速传输和接收数据 ADAM-5000-485系统 是一款数据采集和控制系统 能够与双脚线多支路网络上的网络主机进行通信 其次是RS-485转RS-232的转换器 485转换接口 是将采集设备上采集到的数据通过转换接口 用串口转接到终端设备上 通过终端来分析采集到的数据 传感器输出信号的转换过程 现在用一个传感器数据采集器 采集温湿度传感器和光照度传感器 三个参考值佑为例 说明传感器输出信号的转换过程 湿度信号连接到采集器的VN0接口 该信号为4-20毫安的电流信号 温度信号连接到采集器的VN1口 该信号为0-2V的电压信号 光照度信号连接到采集器的VN2接口 该信号为200-1000Hz的频率信号 传感器数据采集器将采集到的三种不同模拟信号 转换成RS-485的数据信号 RS-485数据信号由AB两根数据线构成 RS-485信号需要转换成RS-232信号 才能连接到智能设备终端 RS-232数据信号 RS-232数据信号由三根线构成 分别是TXD发送数据线 RXD接收数据线和GNDD线 传感器检测的参数值最终转换成数据信号 存储到智能设备终端上 经过数据处理后 即可在应用软件上显示出来 课程的最后 大家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 好了 本次课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